学习完本单元您将可以 了解行人通过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规则 了解慢车行驶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行驶原则 了解汽车行驶至有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行驶原则 了解汽车行驶至有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行驶原则 发生车祸而灵魂出窍的阿让收到老天爷传来的讯息 要他担任路口守护天使拯救四条危险边缘的生命 就可以回到女朋友小夏的身边 目前还差最后一项任务的阿让 到底能不能完成使命如愿以成呢 今天小夏要回我老家办一些事情跟着他回去看看好了 亲爱的小夏我已经完成三个任务了 现在只剩拯救最后一条命我就能恢复本来的样子和你一起过日子了 我会加油不会让你等太久的 嗯?捷运环状轻轨已经盖好了 这个人也太扯了吧 竟然就大啦啦的站在轨道上 难道他不知道后面有捷运要通过吗? 太夸张了吧 是我该出马的时候了 这位太太你很夸张耶 虽然捷运是新盖好的 你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但是就这样站在轨道上 用膝盖想也知道有多危险吧 哎哟 我想说找个地方讲一下电话而已啊 没想那么多啦 没想那么多? 还真是败给你了 我跟你说 不管是谁啦 只要经过这种大众捷运系统车辆会通过的路口 都不能随意停留 尤其是声光耗智已经响起和显示时 你就更应该乖乖的靠边停等 不可以自顾自的通过 更不能停留在轨道上 知道吗? 哦 好啦 我会注意的 哇 原来捷运就在我后面 我还是赶快靠边站 才不会受伤 小夏 我帮你去念他了啦 你看 他乖乖的靠边停等咯 嗯 刚刚看到有人就把车子停在捷运轨道上等红灯 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 我还是回去交叉路口那边观察守护一下好了 哇塞 这位阿伯把自己当完命关头的主角吗? 竟然无视红灯 也无视列车 想这样硬闯 难道他觉得自行车可以和捷运尬架吗? 喂喂 阿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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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说你 你这慢车喔 行经像这种大众捷运系统车辆 会通过的交叉路口 就要依照标志或号制的指示行驶 尤其是刚刚明明就红灯 人家捷运的警示声也有响 阿你都没有看到也没听到 就想硬闯 是不想要这条老命了吗? 没有啦 我的金孙伯伯伯伯 对想说 要以前回去看孙伯 很严重耶 阿伯 我跟你说 想要看孙子 你就更应该暂停等列车通过后 然后再次看 听 两方 还有没有其他的捷运要跟着过 如果确认都没有的话 才能换你通过 不然 像你刚才硬闯的话 你就可能会受伤 严重的话 甚至会再也看不到人孙阿 知道吗? 哦 知道啦 知道啦 哪里面的意思 还会认识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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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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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都已经是属于违规的行为 依法会被开单告发出 与多不耐久后耗赐的用路人 被抱死着反正列车还没来 我赶时间我先过的心态 轻率地闯越交叉路口 容易造成事故的发生 以高窘盘状轻轨共用路口 前镇中山四路与凯旋四路路口为例 104年全年发生了83件交通事故 有95人受伤 105年1月到6月发生了32件交通事故 有41人受伤 这是属于依照市路口之一 高雄市警察局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还特地在该路口设置了闯红灯照相设备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也通过 道路交通管理罚条例修正草案 银定轻轨列车拥有优先路权 计计车驾驶人行进轻轨入口时 无论是闯红灯或红灯右转 处罚金额都将会比 现行一般交叉路口闯红灯或红灯右转罚金加倍 随用路人行进轻轨 共用通勤路口的时候 要确实遵守耗制、标制、标线的指示 确保大众运输系统 运作顺畅与自身安全 捷运环状轻轨这套运输系统还很新 加上轨道就铺在平面道路上 感觉大家好像很容易就会忽略 声光耗制的指挥 都不怎么理让捷运先行 这样可不行呢 诶 诶 这位驾驶怎么还一直往前开啊 快暂停 小姐 小姐 诶 你谁啊 我不是正在开车吗 亏你还知道自己正在开车 声光耗制的警示声都响了 捷运都要通过路口了 你怎么还一直往前开啊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诶 我没听到什么警示声啊 哇哩咧 这边是大众捷运系统车辆 共用通行的交叉路口 当你经过这里的时候 不能只是用看的 还要用听的啊 呃 我车上开着冷气 车窗全关 就只听到音乐声啊 没注意到还有其他的警示声吗 小姐 请你以后经过这种 和大众捷运系统车辆 共用通行的交叉路口 除了依照标志 标线或耗制的指示行驶外 还必须遵守 声光耗制的指挥 尤其捷运享有优先通行权 汽车驾驶人行进这里 都要停看听 确认大众捷运系统车辆通过后 自己才可以再通过嘛 不然这样自己撞上去 赔偿金额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耶 呃 感觉就是工作一辈子 也赔不起的数字 我以后会小心的啦 小时候老师教的停看听 你知道吧 虽然捷运的行驶速度 不像火车那么快 但是大众运输车辆 共用通行路口的交通准则 都是一样的 请你不要忽视了 行进大众捷运系统车辆共用通行的交叉路口 记得邀请看听 嗯哼 不错不错 很受教的孩子 嗯哼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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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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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還沒有進入交叉路口的行人和車輛都要停下來 等捷運通過後再走才會安全 像這位叔叔這樣硬闖是很危險的喔 這位大姐真有概念 大眾捷運系統共用通行路口沒有進空 捷運乘客和一般道路用路人都會陷入危險的 我的天啊那些機車在做什麼啊 小夏不要怕交給我 喔來不及過去了怎麼辦啊 阿公啊你這樣闖越大眾捷運共用路口很危險 還在路口迴轉真是的 如果和其他車輛撞上了怎麼辦 我想說還有一點時間應該來得及的 你看 什麼我死掉了怎麼可能我騎那麼慢 你剛剛到路口時警鈴響了閃光號制也顯示了 你就應該要停下來等捷運通過後再看聽 確定左右都沒有其他車輛開過來才可以通過 你騎車沒扣好安全帽發生危險的時候頭部沒有保護 生命就在一瞬間失去誰也說不準的 嗯我應該更小心一點要遵守交通安全規則 戴好安全帽到捷運系統的路口也要注意停看聽 得到教訓了就知道要謹慎小心了 我會的 好險喔 真是驚險啊 我完成任務了 我完成任務了 小夏我回來你身邊了 小夏 原來是做夢也太嚇人了 道路交通安全不能不注意啊 愛情三十六雞 哎呀小夏已經要出門了 糟糕這樣我會比小夏還晚到 得趕快出發 安全第一 這次我會記得了 汽車行駛之由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 汽車行駛之由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 行至射有聲光耗製之交叉路口 警鈴已響 閃光耗製已顯示 駕駛人應暫停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通過後 看、聽兩方無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時來使得通過 行至聲光耗製故障 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叉路口時 駕駛人應暫停 看、聽、兩方無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時來使得通過 以上皆正確 慢車行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 除因依標誌、標線或耗製之指示行駛外 行至射有聲光耗製之交叉路口 警鈴已響 閃光耗製已顯示 駕駛人如何應對最為正確 駕駛人應暫停四大眾捷運系統車輛通過後 看、聽兩方無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時來使得通過 在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到達前快速通過 忽略警鈴直接通過 行人通過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共用通行之交叉路口 行人穿越道及行人徒步區 除因依標誌、標線或耗製之指示通過外 下列規定何者正確 行至射有聲光耗製之交叉路口 聲光耗製已顯示時 應暫停、看、聽、兩方無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時來使得通過 行至聲光耗製故障 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叉路口時 應暫停、看、聽、兩方無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時來使得通過 以上皆不正確 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